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最近简直是祸不单行 在百年美洲杯决赛输球 含泪退出国家队 现在还因为逃税而被判坐牢21个月 西班牙媒体报道 梅西和父亲两个人涉嫌三项税务欺诈 虽然梅西之前多次表明 自己对逃税仪式毫不知情 但是最终还是被判有罪 无论如何巴西罗那法院声明 梅西父子可以针对判决 上诉到西班牙的最高法院 要是西班牙最高法院驳回梅西的上诉 那阿根廷球王是不是就要铁定入狱了呢 这倒是未必 因为西班牙司法的制度规定 凡是少于两年的监禁期都可以获得缓刑 所以梅西父子可能到最后只需要罚款了事